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今天是2021年12月20号星期一 近年美国和中国大陆关系趋于对立之际 共机频繁侵扰台湾 使得台海情势也显得紧张 而美台的军事合作或美军是否协防台湾 都成为外界高度关注焦点 那么就在上周呢 美国参议院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当中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与 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美国国会的做法传达哪些讯息 不过这项法案还需要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参购声效 是否能够付诸实行呢 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有何重要性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 国防安全研究院 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 副研究员舒孝黄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 副研究员你好 是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好 好 这个第一场的环太军演是在1971年举行 首先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这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主要大概有哪些项目 当然对美国来说 他们的对外战略而言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是 那环太平洋这个联合演习 是由这个美国主持 其实是美国海军主持 那主要是在夏威夷周边海域实施 那每两年一次成入主持人所说 大概1970年才开始 那他这个主要是美国跟这个盟邦的一个合作联合演习 那他其实演习的项目非常多 包括这个实际的实弹的射击 然后这个海上一些相关的作战 包括防空作战 水面战 反潜战等等 那有时候可能会有把钱拿出来 这个实际使用飞弹或是火炮射击 他也有一些其他的项目 像这个会写这个联合盟邦的一些这个操作 像特战这个联席 登陆演习 然后也有包括这个HADR 就是这个人道救援这个灾难救助的一些相关演习 那主要就是强化某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跟默契 但他这个也是需要这个高度的政治色彩 就是强化这个美国跟他的盟邦的这个这样子一个合作 然后这个嚇阻可能的一些波动或侵犯这样子 看到过去的参加国家一些资料 包括澳洲啦 加拿大 纽西兰 英国 他们都有参加 那澳洲加拿大是固定参与演习 日本也是这几年就加入了 从这些国家的加入 您刚刚提到说盟邦 但是有个资料看到中国大陆曾经获得邀请 这个应该怎么样来看美国的思维 当然提到人道救援 应该不分你是不是跟我站在同一个阵营 这个应该怎么样来解读美国 他开了一个环太军业 而且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 到底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啊 是 其实那个时候当然是冷战时期 所以可能多多少少也有点针对共产集团这样子的意涵 可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那个年代可能在这个联中制二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中国或许就一个这个 但是他当时并没有邀请 只是说这几年 就大概这个近十年内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的关系 他因为有一个拉拢 或是跟这个中国大陆合作嘛 所以在中国还没有跟美国这样子交互 国际环境还没有变得大国竞争这样的时代 这个环太军业的确都有邀请中国参加 而且那个中共这个解放军海军的确有派件参加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 但是后来在美中关系恶化之后 美国已经开始就比较反对 就是尤其美国国内就觉得不应该再邀请这个中国海军参加 因为你中国大陆一直就除了竞争之外 这个像美中世界竞争我们知道说 还有包括科技战贸易战 这个智慧差战权争斗等等 就是这个不断的在从美国窃取一些的相关的军事机密科技这个资讯 所以他们也认为说这个你让中国来参加的话 你可能会接触到美国的军事机密 所以他们认为不应该再邀请 所以这两三届这几年就没有再邀请这个解放军参加了 是这个资料显示 中国大陆是在2014年参加过这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 所以从这个时间点来回溯 看当时的一个情况环境 跟这几年的美中关系的区域对立呢 就成如研究员你所提到的 的确是如此 有些机密可能还会因此被泄露或被窃取 这个不得不防 所以呢可以总体来看 就是说美国所邀请的国家当中呢 就是当然正在美国的自身国家利益来看 有些是会被排除在外 有些呢是会被邀请的 同盟国当然会站在同一个阵营 那么由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我们持续来看下去 好那美国这几年的一个战略思维又是什么呢 如果从这个环太平洋区域这个概念来看的话 相关的一些区域或许有些重叠或涵盖周边的 我们知道美国前任总统欧巴马提出重返亚洲 那川普在这个时期提出印太战略 而拜登在今年1月上任之后 似乎推动这个强化版的加强版的印太战略 而且态度也显得好像还蛮积极的 那么就在上周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首次走访了东南亚 一些国家像印尼啦 马来西亚跟泰国 当然着眼的也有可能是经济 也有可能是有关南海海上的一些策略 这次美国2022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之前其实我们就关注在这个众议院早就通过了 当时的票数其实还蛮高的 300多票赞成嘛 那反对票数比较少 比如说国会希望台湾有机会来参与 环太平洋的一个军演呢 这样的支持的声音应该是还蛮大的 但是从美国的这样的动作 国会这样来看 显示美国是很明显的强力围堵中国大陆吗 是 先就是看这个今年整年后 就是因为一方面尤其是拜登政府 他跟川普政府的战略 除了这个大国竞争这个方向维持不变之外 但是拜登他是更强调这个国际的合作 要拉这个有盟国家来加入联手这个制装的阵营 所以比这个川普时代 他的这个策略要更灵活更积极 就是包括除了军事之外 再从经济跟外交方面 更进一步的这个围堵中国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 在周边海域其实已经有一点 让环太平洋联合演戏 稍微这个失色一些事 因为周边的这个联合演戏 从大概从上半年开始到下半年 非常频繁 除了美军自己有两个非常大规模的演戏 一个是在这个阿拉斯加 是美国空军主导的演戏 两百多架飞机 那个上万名部队参与 然后那下半年呢 是美国自己有一个大规模的那个演戏 跨19个时区 那是由美国海军主导的 那这个规模 就是美军自己的演戏 它非常贴近实战 有实弹设计等等相关演戏 此外呢 这个国际间联合演戏 因为今年下半年 另外一个亮点是 英国的第一艘新的航空船 这个伊利沙女王号 传过这个地中海 要进行首次到这个印太地区的部署 然后在这个十月多的时候 才这个从这个传过南海再回去 它沿路上就是从地中海 一路跟北约盟国 然后印度到南海 跟这个东南亚国家 然后进入这个太平洋之后呢 跟这个美国 这个日本加拿大等等国家 这个进行联合演戏 就是一系列的联合演戏 大概动辄可能多到这个 数个国家 六个国家 八个国家 十个国家参与 那当然金融建议 虽然也许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个言讯 其实非常非常平安 那这个带带着说明一件事情 美国其实在 非常努力地建立一个 联手这个 至终的这样一个同盟 那当然9月份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美英澳的这个三国同盟 环绕着这个提供 这个核动力前建 这个给澳洲的这样一个 逐州来展开 那这个一般人认为说 这个亚太小北约 或许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 可是我们这样子看起来 这个美英澳结盟 之后比原来的亚太地区 像四方对华等等 这个军事同盟可能更为紧密一些 那它或许会是 未来的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个 新的军事同盟的主族 或者是核心 那这个也在说明就是美国 它其实它在这个地方的战略 就是除了这个之中之外 它更在意就是在这个盟国之间的 这个相互的合作 然后在亚太地区建立 这样一个军事的统盟 那我想这个目的是不言可遇 它的目标就是针对 这种中国的扩张 好从美国的动作评评 可以看得出来 对中国大陆针对性极强 美英澳他们的军事方面的合作 未来的发展 还有联合印太地区 这样子的一个围堵 那么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 因应 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会持续来关注的 当然如果看到就说 那好 台湾如果能够参加 2022年的美国的环太军演 是不是显示台湾在 美国的一个对外战略地位 在围堵中国 目标之下 是不是又更加提升 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们分好几个面向来说 这个台湾的这个战略地位 尤其在这个第一岛链 这个一般其实都非常重要 只是说可能过去 因为你的冷战的对象是苏联 所以他也许这个第一岛链 没有那么的明显 可是你当你现在 你的大国竞争的目标 变成中国之后 台湾在这个第一岛链重要 然后他的战略地位是更新重要 可是当然因为台湾跟美国之间 这个现在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所以在军事合作上面 毕竟就会有一些 至爱难行的地方 虽然说我们这个有些这个军事 军售的一些合作 然后从军售展开了一些 相关的合作训练等等这些项目 然后其他也有一些 这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的 像例如是在美国的这个 阿里索纳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他最近基地要搬走 那个可是他就是 还是在美国有进行训练 那可这些很多其实都不是 那么能够公开的一个相关的活动 就是他大概都是比较在台面下 或是在这个台美双方的一个高度 良好的默契下 这个进行 但是到这个联合军演 其实当然还是有一段距离了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你看美国在这个印太地区 是看出这个国际煎 在这边的合作 但是基本上其实大家 彼此都还是有一个红线 尽量避免去触及 就是我们看到他会有一些默契 就是例如说美国的这个演习 他可能会在这个西太平洋实施 在南海实施 他可能不会在这个比较 接近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域进行 那总是避免一些高度的这个敏感性 所以双方感觉像就是在高手过招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参与 这个默奈米亚联合演习 我觉得因为这个NDA 这个国防授权法案 它在这个条文里面 是一个建议性质 它上面就是Sings of Congress 就是一个国会的这样一个提议 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这个 因为其实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 那那个也许不是那么具有约束力 它只是建议国会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做 那它那个条文里面 那也建议了其他的合作项目 就是包括增加对台湾的军售 这个增加台湾的不对称 这样的能力 等等等等 这些相关的这些条文跟建议 好 非常谢谢研究员您的解析 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大陆对抗 那其实美国总统拜登 他手段灵活 是联合了一些盟友来制中 但是又划出红线 他们也要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但是又让对方知道说 我不会示弱 你可能只能够在某个领域当中 或某个程度里头 就是有点微折的作用吧 好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是不是有可能参加呢 我想节目后半阶段呢 我们再解析 那美国可能的考量会是什么 因为目前台海的情势呢 还有美国的战略也跟以往不太一样 那美国可能会有哪些思维 我们怎么样来看呢 我们稍后进一步的解析 是 谢谢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因应冬季频率实施 自11月1日起 至2022年2月28日止 原定早上6点至早上8点 透过SW6075 SW6105 SW9900 播出之华语节目 调整为早上6点半 至早上8点半播出 另原定晚上7点至晚上8点 透过SW11610 播出之华语节目 则暂停播出 奏程不变 敬请见谅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DM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 国防安全研究院 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 赴研究员舒孝黄 而在今天我们所聚焦的焦点是 上周美国参议院通过 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 那么当中是建议美国国防部 邀请台湾参与 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在这个时间点 当然过去也有通过 但是时空环境不太一样 参与这个演习对台湾的意义何在 好 那程主刚才副研究员您所提到的 其实这个法案并没有具约束力 可以说没有强制性 那我刚也说了 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 还有2020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美国国会都提出 建议邀请美国参加环太军演播到最后 都没有付诸实行 是不是有可能台湾会有这个机会来参加 当然还需要观察 但是你个人怎么样来观察 美国如何决定我们台湾 可不可以参加的可能性 几率高吗 其实国内有很多军事记者都参加过 我2005年去过 就是看环太平安联合演习 其实申请不是那么难 而且他们都透过那个 我们助消费的这个五官合作 所以其实要去看不是太难的事情 不是很难 因为助消费五官本来就是跟 印太司令部就是一个对口的联络单位 那如果国内有人要去看 或是要去申请 像媒体尤其军事的媒体都不默塞 是就是台湾媒体也有机会来参与 而且好像每年都有 然后APCSS也来过台湾 那他也是个名讲 就是非常愿意跟这边 就包括我们我们自己交流 那APCSS也来拜访过我们 就他们的执行长跟副执行长 两位都是日语都来拜访过 所以过去这几年 其实都有做过交流就对了 但是为什么媒体都报道说 建议这个交流 它是不是把它提升到一个 比较敏感的 真的是实战的这个演习吗 什么都说没有付诸实行 但是你提的 有很多过去我们都有啊 就是一些交流性质的 就是你人员去观摩 去参观什么这些都可以 但是你实际上派这个部队参加 毕竟有一定的敏感度 因为他那边 那个美国海军 他一定会列一个list 因为他这整个是完全公开透明的活动 所以你什么人参加 有几个人 就是正式参与的 像那个说 某个像六叔文来 他们这个国家规模比较小的 他们可能只派遣几个人去 或者是也许派遣一艘什么船去 他都会列表 所以第一次如果说今天 他们邀请这个中央美国的这个海巡署的这个船 他也都会列表 就是有一艘船舰 然后几个人参加 那个彰显他就是估计合作 所以那这个是极高度敏感的 所以国防部正式的活动跟台面下一个活动 两件是不太相同的事情 你看我们断交以来这个双方的 我们其实很多美台之间的这个高层的往返 他美国也从来就是让你去 可是都不会公开 所以国防部一直都非常紧守这种低调的原则 你公开我才提 你不公开我绝对不会提 绝口不提这样 这也是一个默契 也当然必须要有的 这是一个默契 对对对对 但是海巡署当然是一个 就是可以当白手套的方式 你看当年这个两岸关系 在这个马英九政府时代 这个两岸关系很好的时候 那时候惊吓那个联合演习 还举行了好几届 就是我们也在海巡署 跟他们的海警参加 那时候美国也吓一跳 你们两岸在京门搞的事 明明就是一个联合演习 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 他第一届那时候还没有特别注意 到第二届 那时候美国才发现 竟然有一个两岸的联合演习 他认为说 这就是一个准官方的这样一个活动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公安 海警参加 然后在这个结束的时候 还有一个联合教育 就是惊吓双方 然后这个海巡署 我们海巡署好像署上还是副署上去 那他们那边也是 就是同样的这个登级的官员在参加 那就已经完全是一个官方性质的活动 所以其实海巡署 这个方面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可谐 但是我刚刚或许提的多了一点 可是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 是是是是 我有点好奇 那你过去曾经参加过 中国大陆方面 他们也有参加过像这种 比较不具敏感性的交流 他们应该也会派员去吧 他们派军舰参加 曾经被邀请的 就真的派 派军舰参加 解放军派军舰参加 对啊 那几年就国内就精深了 对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美国 尤其在那个可能欧巴马政府 他强调是跟中国接触 他们一直都还认为说 这个接触 这个让中国这个 成为国际秩序 然后这个加强合作 或许可以改变 直变这个中国大陆 对 当时在美国的战略是这样的 所以他邀请他 参加好几节 就是后来 因为这个 好像在川普政府时代 就停掉 就不再邀请 对 那时候还大张旗鼓 说我不邀请你了 对 那后来当然 就每一届都不再邀请 所以领导者的一些决策 会影响了很多方方面面 对 那其实因为 那个也是 就一方面 这个当然白宫的决策 另外一方面 反正国防部就听 这个白宫的 你说邀请我就邀请 你说不邀请 我也不邀请 那国会也反对 当时国会认为说 这个美中关系这么糟 然后只不再得窃取 美国军事机密 你还邀请他来参加 这个反正联合演习 那不是我们的这个通讯 因为他们里面 也包括你海上的这个合作 那当然他只能参加某一个程度的 就是他可能 也许是有联合作战的这个部分 也许就不太能参加 这样 对 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敏感度 所以后来这个美方就 不再邀请这个这方面参加 对 对 是 我觉得 参加的方式是很多 就是这个 因为你参加这个联合演习 其实一部分你派观察员这个前往 官委是一部分 但因为这个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个环太平洋联合演习 他具有这高度的这个政治色彩 因为他强化这个美国的这个合作 所以你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摊在阳光下 你包括你即使你邀请几个观察员 他们也都会这个新闻发布 所以这个比较不容易参加 因为美国他一直在强调 虽然他这个美中竞争 可是他对台的政策仍然在这样的所谓的 一中政策这样的框架底下 他也不会去踩这样的红线 因为你这样子 如果说你邀请台湾参加任何正式的演习 就有一点这样子的 这个国家对国家 或是军对军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那这个政治意义是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可能在政治上面的一些很大的风波 然后这个中国显然会有更大的动作 那你看现在有些小的活动 那中国呢 就会抢化这个周边的一些军事活动 包括我们西南空域的西老等等 那这样子 那他可能他的动作或许是会更大 因为其实美国国防部他在这些方面 你强化这个台湾的防御能力是一回事情 但是你跟台湾进行一个高度政治性的 这样子的军事合作 其实他们是非常保守的 虽然就是最近有一些增加 就是例如说这个容许现役人员到台湾来 但是RINPEG它其实有点像是这个最后一张牌 那是不是能够实现 我觉得当然有点难 当然其他包括美国 那还有其他的这种联合演习性质 像例如说红旗演习等等 我们也当然都很想参加 因为这个对强化台湾的这个实际的作战能力 这个还有跟这个美国的部队接轨 那这个其实都是有这个一定的帮助 那但是团代平衡联合演习也或许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就是例如说刚刚提到说可能派遣观察员之外 那这个因为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美国跟中华美国签订了这个海巡所 这个Cost Guard协定 就是双方这个强化合作 那这个可能Cost Guard常常可以当这种白手套 就是它毕竟也是个政府对政府 然后有半军事的性质 可是又不到这个军事部队的性质 所以有人说它是白色海军 因为所有的这个Cost Guard 或者海巡所的这个船舰 他们都是其实白色的 然后它具有武装能力 虽然可能没有配备像海军舰 那样前进的这个作战系统 但是它合作的时候也具有官方跟半军事的色彩 那所以它其实在很多的活动里面 常常都在做一个白手套的角色 如果海军不方便参与的时候 那就由这个海巡Cost Guard的这个部队参加 那既然台美双方强化这个海巡的合作 那我们或许可以这个由海巡 这个未来作为一个桥梁来扮演这种合作的方式 然后参加所谓的人道救援演习 那一方面也就是由海巡所来参加 我们不参加军事的部分 我们参加人道救援这个灾难救助演习 因为毕竟Rimpact在这个部分 其实在这方面有非常强调 因为亚太地区周边国家近年来这种大型这个灾害 还有这个复合演习 从南亚海啸到菲律宾的海洋台风 加上这个日本的这个湖岛灾等等 其实像日本这样先进的国家 都需要国际间的争处元首来协助 所以你在这种业细里面强化 这个人道救援的灾难救助 其实都很有意义 那台湾强调作为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也愿意为这个区域国家这个奉献行李 那参加这样的业细强化这方面的这个合作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进行的了 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方式 像例如说在夏威夷 美国有一个国防部成立的APCSS 就是这个亚太这个安全研究中心 那它是美国国防部成立的这个智库 那它在这边也常常邀请美国的盟邦 到这边来进行这个安全合作方面的交流 这也当然也包括这个非常多安全的这个合作 那这个我们这边像这个国防安全研究 同样也是中华美国国防部成立的财产法认的这个智库研究 那这个当然都是一种这个二轨之间合作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也去派遣研究员 去有这个军方飞行的 然后到那边参加 然后在这个黄太平安联合演习的时候 也这个研究员的这个身份的参加 这个参与观摩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可以尝试的方式 是这个交流的形式可以更多元 有其他的一些管道 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说 美国也会有一些考量 就是说如果政治敏感度太高的话 中国大陆可能会有相应的反制动作的话 其实他也会去评估 是不是要这样子来决定邀请台湾来参加 但是呢美国的国会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建议呢 我想对台湾是一个友台的动作 好那假设 这是一个假设性 如果台湾能够参加环太军演 这个军演的它的特色 就是说你建议政府可以思考哪些军营项目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它是一个海军为主 这个夏威夷这个地方 那它有真的一个实战的演习吗 或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对我们国防的这方面训练 或提升到实战的经验 可能会有哪些帮助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习 我想这个必须老实说 这个实战的部分演习 因为刚刚提到的时候 Rimpic它其实是高度这个政治性的活动 所以可能在军事的部分 也许不是那么容易 那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有关军事合作演习 那美国是非常强调这个盟邦之间 在军事上面联合作战 包括你的这个直管通缉系统 必须要互相通联 然后这个盟邦在作战的时候 离起海上作战 宏农作战的时候 这些这个相关的默契 指挥管 包括上次语言 超完美的问题 这些东西它都要在一个盟国作战的环境下面解决 那因为美国从这个一世大战打到二世大战 然后再将近年的这个冷战时期 跟这个后冷战时代的这些战争 都是在这个盟国之间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它美国非常重视 它也当然也非常熟练盟邦的联合作战 然后这个团太平衡联合演习里面 它当然包括很多这种实战的项目 叫包括这个联合的海上的对抗演习 然后包括这个实战的设计 就是那个斯蒂拉巴传出来 然后这个用飞带或者火炮进行 然后也包括空中的跟海上的互相对抗 然后联合的反潜演习等等 那这个主要都是夏威夷周边海域实施 然后它也包括军民之间相关的一些合作 那其实说真的我们参加的机会 我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或者是可能派机舰参加 这个机会也许都不是那么多 但是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刚刚您提到过好几次 就是有关这个人道救援跟灾难救助演习 那这个包括它在这个周边的 这个夏威的岛屿实施 就是让蒙古在面对这种大型的灾病 不管是这个 因为夏威有火山嘛 那然后它这个也常常遭到这台风的清洗 那所以它也让蒙古之间 那彼此强化这个这方面的相关合作 那这个当然包括军事的部队 跟一些非军事的这种部队 就是这个海军署啊 或者其他那个救灾团队 参加这些演习 因为近年我们知道说 这些人道救援演习 在军事单位常常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们有这个良好的纪律 有人员也有装备等等 所以国家在强调军队参加这种 所谓的非传统安全的这个活动 那这个也是仁佩克 这个环太平洋联合演习 这几年特别是这个后等战时期 这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是比较容易加入合作跟产品 那也是我们自己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 就不管是国军 然后这个海军部队的部分 那其实像消防署也是 他们也在这个台湾有一个训练中心 就是上面训练救灾的人员 那也到这个国外进行下国家交流 那所以除了其实这个海军署之外 其实像消防署他们特种搜救队人员 其实也都可以派遣 那国军当然也有特种搜救队 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参与这些相关的合作 那借这个机会参与 然后强化这个双方在这个人道救援这方面的合作 我觉得也不视为一个可信心 提到这个军事呢 的确是相当的敏感 我想不要轻其战事是很多国家的期待 当然有时候要秀一下肌肉 好像也是可以某种程度来理解 那我想善尽国际离分子 我们台湾呢 应该是会期待有战的机会跟平台的 针对中共这几年的确是在这个军事方面的挑衅 似乎是动作频频 让外界感觉到升高台海情势威胁 所以当我们知道 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案 有这样一个建议案 就是来邀请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正确认知 这样一个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 它的一个交流的项目是可以很多元的 不光只是军事的一个针对性而已 那当然我们乐见可以跟一些国家 要进行一些交流 我们不会轻奇这个战事 国军备战不求战 强化国防安全当然也是必要的 我们在今天针对美国国会通过的 国防授权法案 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来参与 这个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那么透露了哪些讯息 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参与的话 我们可以就哪些方面来进行一些合作交流呢 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 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 副研究员书校房的专业解析 非常谢谢你 谢谢 是 谢谢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好 厉害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同时再会